大家好我是李博焰 欢迎收看财经第一线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其实这一则新闻 它在10月18号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内容就是讲说台积电 为了金明两年要扩大资本支出 到140到150亿美金 训德这间公司因为是做自动化工厂的 而且他同时也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他展望可能会非常的好 相信很多投资朋友这个时候 也已经跳进去买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一个分时走势图 昨天股价早盘的时候一路上涨 可是到了11点多的时候 却一路下沙 后来有回升一点点 可是其实投资朋友是不是很担心 如果今天买在高点 未来如果股价上不去 会不会就被套牢了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逊德这间公司的K线走势图 大家可以从1到1跟2看到 就是昨天 这前两天有留下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然后再前一天又出现一个跳空的缺口 而且昨天爆大量 出现16000多张 那接下来的关键重点就来了 爆出16000多张 除了当冲之外 这会是谁买的 谁卖的 好这个部分我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如果是主力大户卖给投资朋友的话 这样子后续的股价可能就会利空出尽 你就会开始下滑 可是如果昨天跟前天 如果很多主力大户也参与进去买股票的话 这个时候主力大户会怎么做 他一定会守住绿色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一个跳空缺口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主力大户在上面很多人也买了 所以他们不希望股价下跌 如果股价到达绿色的缺口的话 他们因为手上股票有非常多张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守住这个缺口 所以如果股价未来到达这个缺口的话 如果主力大户也参与其中 为了接下来就会呈现一个强势的一个横盘整理 可是未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投资朋友可以做一个观望 如果未来这个股价连这个缺口都补了 也就是说股价已经跌到这个缺口以下了 这个时候代表主力大户可能也守不住了 这个时候投资朋友就一定要做一个停损出场的动作 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油田的股价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8月23号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然后留下一个上影线 而且还爆大量 这个时候接下来的股价就一路下滑 为什么一路下滑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很多主力大户其实已经把他们的股票除掉了 所以即便你看看一下这个绿色的一个绿色这一条线 即便股价已经突破这个绿色线以下了 很多的主力大户都已经不开始守了 这个时候股价就开始一路下滑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再拉回到逊德的一个K线走势图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这个缺口如果被回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停顺出场的动作 好的以上是今天财经第一线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台股资讯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脸书跟LINE App 我们明天见拜拜